UH-60黑鹰其实差一点就不是黑鹰了 因为在它之前还有另外一架黑鹰 S-67黑鹰 它是一架结合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高速 高机动性 高火力与高运载能力的 有机会成为当时地球上最强王者的攻击直升机 如果IF真正投入使用的话 好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传奇 首先 你有没有觉得它跟我们前几天聊过的 另外一架直升机夏安很像呢 像就对了 因为它俩基本上可以算作是竞争对手 之所以说基本上 那是因为S-67是在夏安的直接竞争对手 S-66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当时美国陆军为了搞定越南战场 成立了一个AAF-SS的计划 现在通常被看成是历史上第一个 有关武装直升机的开发计划了 在多轮淘汰之后呢 洛克希德和希科斯基最终进入了决赛 还分别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 CL-840和S-66了 一个是炮手的方位可以自由旋转 一个是为奖的方向可以主动改变 你很难说究竟哪一个的玩法更有创意嘛 两者的各项指标在当时都是前无古人的 不过陆军最终还是选择了洛克希德 于是就有了更名为AH-56的夏安了 那个故事呢我在这个视频里面详细的讲过 要是你还没有看过的话一会可以直接跳过去啊 虽然最终夏安的命运也是被取消了 但是对于希科斯基这家发明了历史上第一架实用直升机的公司而言 一开始就被对手给打败 这口气实在是咽不下去嘛 于是他们回到办公室 暗暗就下了一个决心 不管你陆军给不给我合同 我也要设计出一架地表最强攻击直升机出来 它就是S67了 显然啊 S66失败呢不是没有原因的 陆军认为其在速度升上去之后 将用于平衡主角扭矩的微奖旋转90度去提供向前的推力 实在是有点冒劲啊 牺牲了安全的速度 他们宁可不要嘛 那S67必须要吸取这样的教训了啊 于是它的设计呢 就是一种在基于已经经过验证靠谱的技术上 叠加上一些新的元素的 来融合混大而来的综合体了 准确点说啊 就是把这三架直升机 S61F S66和AH56当中 每一个被证明是有效的 最有特点的设计给拿了过来 变成了自己的东西 比方说插在机身两侧的小翼 比方说能够提供强大稳定性的垂尾 比方说能够带来更高转速的悬翼异形等等 总之啊 按照希克斯基自己的话来说 S67是一架将经过验证的组件 与新的设计理念结合起来 大大降低了成本和技术风险 并提供出高性能高翼维护性 和高可用性的全新的物装直升机系统了 好 那咱们就来看看它到底有多牛呢 首先 这样的开发理念呢 的确是带来了 令人难以置信的快速开发周期 S67的团队仅仅用了7个月 就制作出了第一架工作原型 这架被命名为黑鹰的直升机呢 有一个厚略的固定翼 和一个大大的弧形垂直尾翼 用于保持稳定性 有一个狭窄的机身 和一个可供两人使用的驾驶舱 以及充足的备用动力了 虽然这架直升机的线条 看起来可能有些眼熟啊 但并非所有的元素 都来自希克斯基自己的设计库 实际上S67是第一款 使用大型弧形垂直尾翼 以提高方向稳定性的直升机了 并且还在后来被证明 是非常有效的 当然它也是有伪奖的 在悬停和低速飞行期间 用来提供扭矩补偿 但垂直尾翼的设计非常强大 当直升机的速度 仅仅达到74公里每小时之后 就可以为其提供 所需要的全部稳定性了 这种设计不仅具有良好的机动性 它还能够为直升机 在危险的空域中 提供更强的生存能力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电影《黑鹰坠落》 看过的话就能明白了 对于普通直升机而言 违奖损坏是灾难性的 但如果把电影里面的黑鹰 换成我们这儿的黑鹰 也就是黑鹰它跌的话 结果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只要是它的尾部的基本形状 保持不变 S67黑鹰就可以继续前进 安全地返回基地了 接着咱们再来看它 那对不同寻常的固定翼了 它们是可拆卸的 可以为不同的任务 进行单独的配置 带有可扩展的空气制动器 就是这个玩意了 它们可以在不到三秒的时间内 完全打开或者关闭 在大多数情况下 这些空气制动器 可以将黑鹰停止的时间 缩短到一半 与其他类似的直升机相比 这样的机动性前所未有 于是你看 有了这样的空气制动器 8.2米翼展的固定翼 和缩大的稳定尾翼 S67黑鹰在几乎所有的速度下 都非常稳定 就有了相当出色的目标不惑 和交战能力 说回到机身 可以看得出来 相当狭窄有没有 尤其是跟大多数其他的直升机 比起来的话 那这种载体机身 就是S67的外形更加鲜薄 使其在正面暴露时 更加难以瞄准 同时也有利于其飞的既快速又灵活 两台通用电器的T58-5涡轮发动机 总共3000匹马力 来为S67提供动力 相当强大 也相当先进 在1970年12月 就为它赢得了第一个世界纪录 在一段三公里的狂飙之中 飞出了349公里的最高时数 但仅仅5天之后 它自己又把自己这个纪录给大破了 是急速来到了355公里每小时 下一次想要再打破它 差不多就是10年以后的事情了 而且即便到了今天 S67的速度 还是要比大多数的武装直升机要更快 好 光快 光灵活就够了吗 不 S67的拳头还要超硬 在执行攻击任务时 这架直升机可以携带超过7000磅 也就是比三吨还要更多的武器和弹药了 包括安装在炮塔上的7.62毫米机枪 20和30毫米加农炮 40毫米榴弹发射器 以及机翼上挂着的火箭弹 火桃式反坦克导弹吊藏 对地攻击火力可谓直接拉满 同时它待人的效率也不低 尽管机身狭窄 但是稍作改装 就马上可以在驾驶堂后面 腾出一个能够运送6名全副武装士兵的空间了 这运兵速度就真的不是地面装甲车能够比的了 而如果是负责搜索和救援行动 则可以把辅助油箱安装在直升机的机翼上 17高速航程可以达到差不多1000公里 另外要是既不晕冰也不收救 还不打坦克的话 它的肚子里面也不会闲着的 在装满用于观察和监视任务的机身电子设备后 马上就变成了一个战场上的上帝视角了 可见S67是一个适应性相当强的平台 所有人都很喜欢它 尤其是飞行员 据说评价相当的高 可以随心所欲做出很多看似不可能的机动 和花样出来既使用又解压 这些还真的又引起了陆军的兴趣 尤其是他们对于下岸的表现感到失望之后 不得要找个替代品吗 黑鹰看起来在各个方面都很符合 这次席克斯基的柱应该是压队了 但是谁会想到呢 螳螂捕蚕黄雀在后修丝的一架原型机 突然就创进了陆军的视野 他是谁啊 他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AH-64阿帕奇了 黑鹰在美国陆军这边呢 就这么从名义上坠落了 但是席克斯基并不甘心啊 他们非要黑鹰真正坠落一次 既然你美国陆军看不上 那总有人看得上的吧 于是1972年末啊 S67被打包运往欧洲 然后是中东 开始寻找潜在的买家了 就在已经勾起了一些国家的兴趣之后 他却在1974年的一场表演中 当着众人的面在低空翻滚时 意外坠落了 两名飞行员都没能幸免 这个就成为了 压垮S67的最后一根稻草了 从此事上再无他的故事了 黑鹰的称号自然就落在了 别人的身上嘛 好 大家还想听哪架飞机的故事呢 留言给我啊 通通安排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